台股持续的破底 不管好股坏股通通一起跌 这波受伤的投资朋友 我们要如何在股市当中求生呢 昨天聊到的融资维持率小于130的公司 多达了500家 今天果然多杀多 融资面临追缴之后 很多个股市联动停损 再加上外资法人持续的卖超 台股已卸千里 产生了恐慌卖压 这种卖压之下呢 选股已经不是重点了 你要如何留得青山寨呢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 各大报选股比赛 常胜军的杨基正分析师 来告诉我们股市求生数 请要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股市的炒店投资不断线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呢 在我们节目现场 非常的荣幸 邀请到各大报选股的 常盛军杨基正老师 欢迎老师 Coco好 大家好 老师今天台股呢 真的是持续在破底当中 听说老师您今天的口罩 好像有一点特殊的暗号 今天特别准备这个 帮大家祈福的这个口罩 希望大家可以 在这一波的沙盘里面 可以有一点 比较好的状况 比较好的状况 给大家加油打气 然后也祈祷这个 台股可以赶快的 回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大家不要这么的哭泣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 老师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呢 你不能不知道的 股市求申诉 今天这一集很重要 你一定要看 那台股目前就是 失数列车嘛 对不对 因为持续在破底当中 那空袭警报是在想象 台积电就是重衰了4.73% 今天是收在453.5元 市值跌破了12兆 像是联发科的市值 也是失守了兆元的大关 航运股今天也是遭到抛售 加权呢是一路的走低 今天是收在14343点 大跌了482点 跌幅为3.3% 成交量为301亿 真的是算爆量了 那周线的话呢 是联四黑 累积本周是跌掉了960点 贵买指数的部分呢 跌幅为4.45% 成交量为691亿 三大法人的状况呢 外资是大幅的在提款当中 今天是卖超118亿 为联四卖 投信呢持续在买超 小买了14亿 总合计是卖超62亿 那如果各位投资朋友想要知道呢 外资跟投信的买卖超的 前五名的状况呢 可以到我们股市的潮店的 Facebook上面都会有资讯 好那讲到这边呢 要来问一下老师了 老师今天台股呢 真的是大跌了482点 今天也是收在了 14336点 是创了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那成交量也是扩大到 3000亿这个爆量出来了 那大家就想要问了啊 那现在的话 我这个沙盘会持续下去吗 好事实上我们可以发觉 所以这两天我们家全就跌了将近900点 对 这蛮恐怖的 那当然这个 第一个应该是整个融资在做一个多杀多 也就是说你用融资操作的 可能你的整户维持率不够 那券商开始就发那个融资追缴令了 对 是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沙盘会持续的下去吗 其实我们有可以观察 有没有像每次的止跌有没有 都是连续融资 一直杀 减少 减少 两三天都 当天的话大概就是80到100 对 至少要超过50 那像昨天来看的话是30几 是 那今天资料还没出来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 看今天融资大概减多少 通常 连续两三天减少50到80亿 就会出现一个 所谓的这个 杀完融资之后的这个反弹 所以这个是止跌讯号的一种吗 是 那除了这个融资的 这个融资的额度呢 是到了30到50亿之间的话 那还有没有其他观察的指标 当然第二个就是说 它每天破底 对 那我们要观察说 K线上有没有形成所谓的 三日不创新低 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止跌讯号 三日不创新低 对 三日不创新低 简单的说你 今天还有新低 是 那明天还要再看 那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再出现新低点的话 它短天起的均性就会开始走平 就会开始反弹 那这是大盘的部分 那个股也是这样看 个股的部分也可以这样子看 是 好那老师今天大家都知道 像此跌讯号 可能我们还是要稍微再等待一下 下个礼拜我们可以期待吗 下个礼拜 事实上它现在是所谓的融资多沙多 多沙多通常它现在已经有开始出现那种 恐慌的气氛 为什么 因为两天就跌了900点 对啊 所以说这个恐慌的气氛 这样子反而比较好 为什么 那一刀下去不用拖太久 哦 不想拖太前 对 就不用拖太久 那如果说融资做一个清理之后 开始就会出现一个强坛 这是每次的这个历史 今天都是这样子 是那老师提到融资呢 那目前大家很想要知道 就目前已经大概大跌了快要4000点左右了 那很多的投资朋友就已经开始收到融资追缴令了 不过就有个想法就是 现在跌这么深我也不想看 怎么做才好呢 老师今天有呢 帮大家抓出两个方案 让大家可以来去选择跟操作 好 刚才Coco有讲说 从我们今天 今年的1月5号的18619 跌到今天已经跌了4280几点 是的 那事实上这个跌幅算蛮重的 很重 4000多点 那如果说你是用融资操作的 那你不想要被砍掉 那当然你可以先去把它补 120的时候它会发追缴令 对 你先把你的维持率 维持到140 但是并不表示说 这个维持住之后就不用处理它 等它反弹的时候 因为你既然会收到这个追缴令 表示你的股票是蛮弱势的 是 那也许是可能处理的时间比较晚 但是 因为它现在正在 恐慌性的杀盘 你也不想杀地 所以说你等 你缴到140之后 那如果说它有反弹 反弹譬如说反弹一成半 接近两成 你再去做一个处理 那也许它会刚好谈到这个 比较重要的像类似月线 或者时日线左右 我们再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是 所以目前的话 因为我们是融资维持率 大概快要到120的时候 是 就会收到这个嘴角令 没错 那你收到的时候 当下就是想说 好如果你资金够的话 你就先去把它补足 这个融资维持率到140 那之后呢 这个个股出现了强坛的时候 你在压力区的时候 再把股票处理掉 对像前阵子 那个货柜三雄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那我们来 以长融来举例一下 好 你看那个报 长黑那个 那一天的融资是开始减了 大概2万张 2万张 那也就是说它 连续 事实上它连续大概四五天 融资都是一两万张 在减少 那等于是说 散户认赔之后 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觉 融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强坛 有 那刚好配合这个 它这个除息钱这样子 是 它的反弹事实上也有反弹 一层多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先 你现在 也许你现在的 我们现在你接到 那个追缴的位置 可能在长融 可能 四五根K线之后 那可能开始 它有可能开始 断完之后就要反弹 反弹 那你等反弹 一层两层再做处理 哦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 拿到这个融资追缴令的话 你资金够的话 把它补足 补足完之后反弹 再把它出掉 那会不会有个心态就是 说不定反弹 可以反弹更多 我再晚一点出的 事实上怎么讲 你会接到融资追缴令 表示说你的停损就是太晚 太晚停损 停损太晚 但是因为你现在是 你也不想 不想杀低 所以 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就是 你补足之后 它如果有反弹 一层半到两层 也就是反弹到 比较重要的压力区 大概十字线或者月线附近 你就把它处理掉 好 那这是老师帮大家 抓出的重点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 来检视一下 自己手中的持股 老师那接下来呢 我想跟你小聊一下 因为现在 在网路上面 讨论度很高 就是 某位分析师 对台股非常的有信心 他花了3000万 进场0050 老师你认同吗 事实上3000万 我在想 他的这个资产应该不止3000万 搞不好有3亿 我在想 我在想 所以他如果采取一个 分批布局 事实上是蛮不错的 假设他有3亿 就3000万 3000万 3000万 因为0050 他开始 台股已经跌了4000多点 对啊 你跌完4000多点 要再跌个4000多点 事实上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股市没有一定 怎样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说他开始觉得说 已经跌了4000多点 而且 0050是台湾 权重最高的 也是说所谓的蓝筹股 的组合 对 所以说原则上 我去买0050 我是蛮认同 是认同买0050的 但现在的位置的话 老师觉得现在可以进场吗 那当然他这次是第一次进场 对 所以也许他可以 他可能他的资产蛮多 他可以采取一个分批 如果继续跌 也有可能继续再买 对 所以老师说 以分批来说的话 就是动用你现在目前的可能 总水位大概三分之一 先进场 分三次也可以 分三次也可以 那老师你觉得 我现在是要等 因为现在目前 今天的收版 是收在111元 是 那我们还有可能 下个礼拜可能100 99 这样子在进场 那因为这个低点 大家也不晓得说什么 对啊不知道 所以说他 我们刚才才会聊到一个 如果你心中认定 对 已经觉得说相对低点了 你就可以采取 譬如说你有三批的资金 就可以第一批先进场 是好 那老师的答案就是肯定的 所以呢 代表说这个分析师也是 对台股市有信心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进场 0050的话 这个部分是OK的 而且我蛮佩服 就是说他拿出行动力 对 有些人都出一支水 对真的真的 对 没错没错 那相信大家呢很多人可能 我觉得可以以这个分析师 来作为一个 是 鼓励大家的一个信心 对 因为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就是想要买啊 可是我又迟迟的不敢行动 然后越跌越觉得说 蛤真的是可以买吗 这个分析师 其实他是行动派的 行动派的 他比我们的政府基金 还有魄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都听到 政府基金都说 大家不要 不要卖股票 然后请各大券商 去喝咖啡 然后都是口头上讲 但是这个分析师 直接就砸下去了 是 那老师你刚刚提到 那个国安基金的这个 一个部分 那国安基金他就来喊话了 他昨天就有讲说 现在台股基本面是良好的 那下个礼拜 他们有可能会开会 要不要讨论说要不要进场 老师对于这件事情 怎么看 事实上因为目前的点位 还在一万多点 但是他也跌了四千多点 对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的话 或许还有低点 但是就是你心中如果认定说 你用现股买 或者说你分批进场 的话事实上是还可以 是的 那现在就是提醒大家 也是不要再融资进场 对再融资进场 大家还是持有现金为王 这样子 如果要买的话 就用现股买 那当然也是可以持有 那个现金等 我们刚才有的直连讯号 三天不创新币再来抢反弹也可以 是 所以说呢 未来的三天就是大家可以 好好的关注跟观察的一个部分 那老师刚刚我们聊到ETF 那刚刚是聊0050 那关于ETF的部分 老师还有没有其他可以 建议大家可以布局或是参考的 事实上ETF现在种类还蛮多的 也就是说也有板像的 0050又有00632 就是板一 那也有一些连结所谓的 上证指数的好几档 而且都量都还蛮大的 对对对 就很多种啊 大家也不一定只想要布局0050 对那假设你看好这个上证指数的话 你就去布局上证指数的ETF 是那如果说 今天我选择了某一个ETF 我觉得它里面的布局 或者是一些它的个股 都还蛮不错 那我可不可以以这个 因为它是包起来的 对 那我可不可以以你 里面的某几个个股 去布局单一的个股 你像我们这一次的台股有沒有 它的联动是跟台积电 几乎是成一个卵生兄弟 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要台积电出现跳空往下 对 加权就出现跳空往下 那当然台积电也是所谓的 0050里面很重要的一档成分 最重要的一档成分股 对 比重最高的 所以等于是说 事实上你如果买这个ETF的话 你平常也是要关心台积电的走势 对对对 对 而且台积电是跟加权的部分 几乎都是一样的 对 台积电跌很多 那就贡献的加权指数 大概有八点以上吧 对对对 一点等于八点 对一块钱就等于八点左右 是那老师那现在以个股的部分 或者是族群的部分 有可以建议大家可以观察的地方吗 以今天来看的话 事实上很多族群 目前看起来都还在破底 对啊 对那不管是半导体也好 我们就以半导体来看 台积电也破底 联电也破底 世界现金也破底 利基电也破底 对 那这些半导体 所以如果可以率先直跌半寒的话 当然对整个这个加权的部分 一定有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加分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半导体 来作为半导体 对因为半导体 但它的权重是最高的 最多的 而且你看这个族群性来讲 这个波段像利基就非常的弱 它已经跌很久了 利基电有没有 对 它已经跌很久了 那当然刚才已经有聊过 台积电会直接影响到加权的部分 所以每天你看盘一定 台积电一定不能少 像昨天有留下70几点的这个跳红缺口 台积电就也是出现跳红缺口 往下 老师说台积电呢 现在其实还有人在讨论就是 比特币说是什么 股票市场的先行指标 是 怎么会这样子讲呢 事实上比特币前阵子已经 已经有这个崩跌一段了 对啊 对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属于网路 以耳传耳的这种说法 好 那如果 因为整个这个比特币的话 它相关的这个族群 应该是所谓的这个板卡族群 对板卡族群 对 跟台积电反而 台积电的那个相关集团 应该是创意啦 创意还是有点相关 是好 那大家呢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呢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们 都可以帮大家来询问一下老师 那老师今天的资料呢 也准备了蛮多的回答 让大家找到一个方向 最重要的就是呢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们要观察未来的三天 可不可以不要再破跌 那大家的股票就有希望了 是是是 对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股市的炒店的朋友呢 也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萤幕上头也有老师的LINE AT 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 跟老师互动还有交流 老师对于个股 产业技术派都非常非常的专业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私讯老师来询问老师喔 我们再一次谢谢杨老师 谢谢 谢谢Coco 拜拜 拜拜